徐薇 思辰 你来了 乔仙大吉 谢了 正好这阵呢 宾客都已经走完了 公司也没人 我带你去转转 好 为什么约在这儿 这里人少 你也不想在北开了 说吧 什么小姐 两百万 不过分吗 只要你给我两百万 我就不会把你的照片发出去 你可以继续做你的影夫人 也不会给影思辰惹来麻烦 既然和你一起看世界的愿望 实现不了 那我就努力追上你的脚步吧 那你要更加努力了 那我就努力追上你好了 这幅画你还留着 当然会留着了 这幅画 可是你送给我的第一个礼物 我怎么可能不留着呢 我可是一个很念旧的人呢 那时候我们多大 五岁 还是 你要是这么一说 我们都认识二十年了 假如我们都能活到一百岁的话 那我们相当于 过了人生的五分之一了 所以剩下的五分之四 要更加地好好珍惜 是啊 子晨 有一些话 我一直都想跟你说 在此之前 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我人生的任何一件事情 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我人生的任何一件事情 喜欢你二十年了 喜欢你二十年了 但是从看到你的那一刻起 我还是没有忍住 我还是没有忍住 对不起啊 跟你造成了困扰 没有 好 接接电话 喂 尹思辰 你快点去救顾西西吧 心机可能出事了 我车抛忙了 所以说 你昨天把我约到那里 还特意照了照片 就是为了想要找我勒索两百万 不然呢 你不会 你真的自作多情的以为 我还对你愚情未来的办法 是你自作多情 我不答应 顾西西你是想让我把照片发出去吗 随便你 想发就去发 我先走了 抱着放了什么 你 你还给我 录音了 没有 顾西西你把录音笔给我 走 顾西西 最后一次机会 录音笔给不给 啊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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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